应允活住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心应该住在什么地方 世间人懂得身住不懂得心住 所以一生操劳 日子过得很辛苦 无论他有福没福 有福他也苦 没福更苦 有悲也苦恼 这样过一生 你说过得多辛苦 如果要懂得 心要有个安住的地方 这个人一生就有幸福 这个人一生就有成就 无论在事法在佛法 他有成就 由此刻至 这个心的安住就太重要了 安安稳稳地住在一处 住在那里 不动啊 佛在经论里面 教导一切众生 众生的根性不相同 所以佛教人 安住也就不一样了 也就不一样了 我来生能够伸天就很满足了 你要劝他出三界 他没有信心 我也仗伸重了 不行啊 我我去不了啊 出不了啊 你劝他 他立刻就退了 那么佛对于这类众生 满他的愿 你想生天 就教你生天的方法 更新稍微利点的 知道 天福也有享尽的事 享尽了怎么办呢 时间虽然长 长也有尽头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 比人家要高一分 他知道 超越轮回之外 比在轮回里面 那个日子要好过得多了 他有出三界的心 佛就教他出三界的办法 心安住在那里 所以佛的教学 真的是切记起来 满足一切众生的愿望 你要想身体 佛就教你 你的心 一定要安住在 十善 安住在 十善 一切众生的愿望 也到 常常 深善念 深善心 利于一切众生的愿望 最后 自己的利 自己的利 升天 所以 所以教人 持戒 修行 十善 你的心 安住在这个地方 决定 决定得 人天 福报 如果 你一想 证得 阿罗汉 古 超越 六道 生死 轮回 佛就教你 安住在 四地 法上 你要想 做菩萨 像佛一样 广度一切众生 佛就教你 你的心 要安住在 六度上 这是佛 教大家 安心 之法 如果 你的 心量 果然是大 志愿 殊胜 菩萨 还有上面呢 上面还有佛 佛有没有 佛在没有上面 我要成佛 这个志愿高啊 佛就教你 安住在 成佛 功德了 这个地方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 这个功德法 第一支 弥陀 愿害 六字 鸿鸣 换一句话说 你要把心 安住在 四十八月 安住在 发菩提心 一向专利 这就对了 这个是 一生 不退 与圆满 臣佛 之法 比 任何一种 安住 都殊胜 我们要 懂这个意思 什么 优优 这样 许 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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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